知名的英哥阿婆壽司土城分店 最新消息是女店员在凌晨开店的时候 有一名男子尾随进入 假装说要订餐点 不过趁着女店员不注意的时候 偷走了放在柜台上的包包 而这一起这个抢案呢 现在已经报案了 警方说希望赶快抓到人 一名行机可疑的男子 骑车路过土城亚洲路上的壽司店 他看见一名女店员把车子停好 正准备走进店里 他的动作也慢了下来 果不其然也跟着走了进去 没过多久男子提着一个包包 仓皇的跑了出来 原来男子谎称要点餐 趁女店员不注意的时候 就把他放在柜台的包包投走 里头三万元的现金 存折和手机全都不翼而飞 女店员吓得赶紧报警 文家姐关着腰要拿收剂 然后关着腰要拿收剂的当下 他就把他的皮包拿走了 那跟他讲说要收剂嘛 然后他就拿着关架腰这样子 趁他不注意之后 就把他的皮包拿走 清晨五点包包一被偷 45岁的女店员就迅速报案 因为她是一名单亲妈妈 存折里30多万的存款 是她和小孩生活的全部 现在只希望警方能音循监视器 快点抓到嫌犯 别让嚣张的窃嫌逍遥法外 记者江议员林翔新北报道